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講一宗本地消息 昨天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上到商台節目接受訪問 他在節目中提到 說在日後不排除強制市民 下載和使用安心出行手機apps 他還呼籲市民要放下私隱的考慮 實情這件事相當離譜 為什麼呢 我今天看一份報紙說 原來衛生防護中心的張竹君醫生 在記者會上說 這個手機apps根本不是為了 衛生防護中心的流行病學追蹤工作而設 根本上別人不會按照這個手機apps 追蹤所謂的密切接觸者 我真的想請問 你這個手機apps 下安心出行 裝來做什麼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這位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昨天在商台節目發表了什麼 他說 他說 現時平均每天還有幾十宗的確診個案 對抗疫工作構成非常大的困擾 令到他感到很無奈 有時候甚至會憤怒 實情這些說話 你不應該在節目當中說出來 因為你身為一個 問責局長 大哥 應該是市民向你問責 你還歸咎市民確診 令到你的抗疫工作構成很大的困擾 這是什麼的道理 你身為一個局長 每個月就出現33萬5100元的人工 你是不是應該做回你的份內事 做回你商應要做的工作 就算你說 感到困擾感到無奈 甚至乎感到憤怒 關人什麼事 你這份糧是包了的 你應該是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保障市民的安全 而不是走上商台節目那裡 就在這裡滲到樹葉都落 說到不知道是你才慘過梁天來 苦過金業局 你出糧的嘛 是不是 你有責任去主導防疫抗疫的工作 市民都還沒向你追究 為什麼做得這麼頑皮的時候 你竟然說 有幾十宗確診個案對抗疫工作 構成非常大的困擾 你竟然把責任 歸咎在確診人士身上 那哪有公道 就算你有這種情緒 你都不應該表達出來 老實說 在香港做一份工種 哪一份工作是沒有壓力的 每個人走上商台表達 困擾 無奈 和憤怒 你做得這份工作 你是有職責 在這裡 好了他提到 不排除日後會強制市民下載 和使用安心出行手機apps 他就說當局已經跟大學的科研團隊討論過 研究會在不同的處所上 貼上一些藍牙發射器 自動會發出一些信號 市民的手機一接收到這個信號以後 就會自動記錄出入這些處所的資料 他就強調這個安心出行手機apps 是不會設有任何的中央記錄系統 他就說很理解市民關注個人私隱 但是就認為在抗疫的道路之下 大家都要暫時放下對私隱的考慮 善用現有的科技來記錄行程 協助找出潛在感染風險的人士 讓本港盡快回復正常 他就這樣說 即是說你走出街 安裝了這個apps 他就會自動記錄你的行蹤 因為藍牙發射器自動射信號出來 他聲稱的目的是要找出潛在感染風險的人士 今天我看《明報》的報導 他們就引述了 衛生防護中心的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醫生的回應 他說這個安心出行手機apps 都不是為了衛生防護中心的 流行病學追蹤工作而設 所以他們就不會按照這個apps的內容來追蹤那些密切接觸者 衛生防護中心就會要求那些確診者 自行來交代在傳染期間的行蹤 按照確診者提供的資料判斷哪一個需要檢疫 他根本就是變相告訴大家 這個安心出行apps跟他們的工作是無關的 他們都是口頭來詢問確診者自行來交代行蹤而已 你這個apps有什麼作用呢 原來你和衛生防護中心都不是互聯互通的 到最後也是市民自己 確診的那一班自己說 說去那邊去那邊 那我真是想問 你叫人家安心出行手機apps有什麼為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算讓你和衛生防護中心可以互聯互通 到底你叫人家安心這些東西 是不是代表真真正正做到防疫抗疫的功能呢 雖則來說 在外國有沒有類似這些東西呢 是有的 在民主的文明國家 比如英國 韓國 事實上就是有的 到處做這些QR Code 二維碼 你一走過來就拿手機出來掃一掃它 就已經記錄了行蹤了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人家沒有這些那麼多聲音 就是關注私隱諸如此類呢 因為人家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人家對於權力是有一個制約的框架 如果有些人濫權亂來使用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下一屆人家可以用選票攀他扯 為什麼特區政府說出來市民是不信任呢 就是基於過去這段時間 所出現的種種問題 令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基礎失去了 你應該要考慮這件事 你不斷強推叫人家裝這些東西 下載這些東西 有沒有作用才行 你做任何事要解決問題 你要到位 你要對提才行 就算讓你強行叫市民下載這個安心出行的apps 如果有些市民忽然之間說 我不喜歡用智能手機 他拿回那些洛基亞的二支手機出來用 你怎麼來掃他的藍牙 他都沒有的 又比如說有些長者 八字頭九字頭 老當益壯 但是他不會用這些智能手機 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叫他不要出街呢 他沒有安心出行的apps 還是你特區政府很慷慨解囊 每人就發一部華為或者小米的手機給他 迫他用 還是怎樣 你根本上實際操作上 你也想好這件事才行 是不是可行的辦法才行 實際在官民的互信基礎那麼薄弱的情況下 你就應該做另外一些事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你在邊境做好把關的工作就可以了 阿謀也想到了 你又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尤其是你現在根本上很難來取信於民的情況下 是不是 如果你在防疫抗疫經驗 是不足的時候 你就可以請教一下其他地方的政府 台灣政府是不是做得很好 如果你說不想請教台灣的 喂 隔離浮吧 澳門街政府做得好 是不是 撥個卵問一下別人的經驗 是不是 為什麼別人防疫抗疫可以做得那麼好 你自己做得那麼差 是不是 廣東省政府都說暫時不要跟香港通關子 讓你先清明 你說叫市民安裝這些APP是否有用 你根本上很難說服市民 你就叫市民要短暫放低對私隱的考慮 但是你自己又說到這個安心出行的APP是沒有設有任何的中央紀錄系統的 就是說沒有任何的私隱的問題 那你為什麼要叫市民放低對私隱的考慮呢 是不是有一個反駁在裏輯上 如果你說 根本上特區政府是不會知道你去了哪裡 因為沒有一個中央紀錄系統 只是你的手機是自己記錄的 那就簡直告訴市民是不會影響到你的私隱 不會侵害到私隱 就不是叫市民放低對私隱的考慮 你現在說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就令到市民有點聯想 為什麼要放低對私隱的考慮 你這樣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不懂得說 你不善辭令還是怎樣 其實在試水溫 你現在就說沒有一個中央紀錄系統 遲些會不會變成有沒有變有 你本身都說這個安心出行的手機APP是自願安裝的 現在就變成了不排除強制 你現在說沒有一個中央紀錄系統 遲些會不會變成有 誰知 你今天可以用防疫這個原因 來要求市民暫時放低對私隱的考慮 你將來會不會用同一個原因 又是說要防疫 就叫市民再犧牲其他方面的私隱 你會不會得寸進赤 是不是 市民一定會先想這些 而不是想你那些什麼防疫抗疫 你防疫抗疫有很多方法 最佳的辦法就是要在源頭倒截 現在已經開始回落 那個數字 是不是 那你應該在源頭把關 不是 叫市民放下私隱的考慮 那你不就是浪費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